给我安排两个人吃的 两个人吃的 要不要这么多 两个人吃要不要这么多 200元饭店开盲盒 店家上啥我吃啥 就这个地方我跟你说 你要不是个老闪 当然除了我 你谁也找不到 他是藏在陕西哥剧院 这个大院里面的一个角落里面 我介绍给你们 看见闪哥剧院了吗 从这条道往里走 还得乖 应该是 不容易 这太漂亮了 是吧 是 这种院子间生来有它就有 生来没有就没有 没位子了是吧 两个人 两个人 木鸣奶奶 大姐 我是木鸣奶奶 然后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两块钱吃的 一半你再招牌给我上来 然后我会打包的 行 你这样看吧 可以 谢谢 太棒了 老板这样说他这个地方很有特点 很多人在拍过了 电视台都在拍过 我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老板娘给我妈买什么吃的 这是 健保天豆腐 来个刺身 真实 来 来 来 这是冰的千叶豆腐 千万少蘸一点 你会招不住的 你知道吗 夏天吃这个正好 冰冰凉凉 很有特点的小凉菜 咱们买它 咸蛋黄烧茄子 但是以前不敢下 所以说创意很重要 对吧 对 冬一个之前又特别又好吃 这是什么辣椅 葱花饼 不一样 这个有以前葱花饼 五倍厚 我知道了 双面条 它就把葱花饼和馍相结合了 对 香酥牛肉 牛肉上面放了一个沙拉酱 这个真是美味 绝对全到最佳 就外面口感特殊 牛肉也是有嚼劲的 来四方菜 就是有意想不到的那种菜 整个是微甜的口 酥脆的口感 太好吃了 干烧黄鱼 这黄鱼味道特透 而且还很嫩 但是我尝不出来菜是哪的黄鱼 因为这黄鱼准了一多 然后产地不一样 价格千差万别 这个按着我的口来拿味 加下辣子 素菜 它是莴笋尖和叶子一起炒了 这种烧法也是第一次煎 今天第一次煎的菜多 它这个把莴笋和莴笋叶子一起炒 你看它为了确保莴笋的叶子和莴笋一起熟 切的片特薄 这个莴笋和叶子完全是两种口感 甚至连口味都不一样 然后这么一中和着吃 真有香法 这个菜做的有心意有香法有味道 所以那种规模不大的小管 四方菜类型的 来 看一下单子 上班上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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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